大熱天好幾個小朋友在氣墊水池 開心玩水 打水仗好消暑 但這場地可不是自家庭院 而是彰化縣立體育館的溜冰場 這地方可以滑直排輪 可以跑跑跳跳 但怎麼被人放置了塑膠氣墊水池 旁邊就是公廁 疑似還用了公廁的水 來鑄滿氣墊水池 民眾拍下照片PO網看得很無奈 縣府調查這場域當時又被人申請 不過活動目的是直排輪 原來他們課程結束後 私自增加了碗水行程 當然不可以 尤其這私自駐水 還可能涉及竊水問題 我會討論就是廠租的再徵收 可是事先是要提醒他們 還是要落實那個租界 就是直排輪教學運用的目的 彰化縣教育處體健科很驚訝 強調是第一次出現這種狀況 會發文給溜兵委員會加強管理 要求租界場地者不可違反借用目的 TVBS新聞陳志中彰化采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